我们爆料革命人从来不天真的 我们从来不幻想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坚持微真不破 现在就是一个识别真假 判断善恶的一个能力 就能让你躲过这一切的灾难 只要是你跟随爆料革命 这种能力你是会加强的 比如说从疫苗证书 这是昨天我和某几个人 简单的电话当中我说到的 当时坐飞机要打疫苗 疫苗证书 到今天打了疫苗的不让坐飞机 相隔多少天呢 不到一千天 这不到一千天的人生的改变 或者对你生死的这种重大的事件 如果当初你相信了爆料革命 相信我们在2020年1月份说的话 我们是以毒灭共 我是第一个站出来说 毒是共产党的生化病毒 我2019年就警告过西方 我们要的是什么 希望你能真正的找到出来 这里面是真和假 善和恶 如果当初你看一场七哥的直播 你相信了爆料革命说的 你就不需要从一开始 为了疫苗证书 你坐飞机的为借口 因为不相信爆料革命 现在倒成了你打疫苗 不让你坐飞机 你还面对着癌症 以及不确定的突然这梗那梗的死 这就差一个视频的距离吧 这位战友他最近给我发很多信息 说他去调查了解了事实当中 包括他的职业所了解的情况 他说七哥确确实实 国内的失约力真的是蓝腰斩 从过去的已经成为世界上先进国家的 所有的就业的这么一个指标 到今天的失业大国 是什么原因 中国现在失业率已经说出超异 这一亿多人是跟哪有关系呢 房地产市场 这一亿多失业率里边 大概60%是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的装修 水泥 建筑 运输 贸易 这才是核心 就美国加那点破碎 对中国的贸易影响没什么了不起的 房地产导致了五六十的失业 它是一系列的 另外的大概一千多万两千万水高科技 就像日本欧洲的高科技产业 这些已经都纷纷撤出了 这些人撤出跟加税没关系 都是你共产党的政治和政策 和国民的整个的素质 和未来的走向有关系 这加在一起就八九千万 百分之八九十了 你从失业大国 到今天和生产大国 到全球的买买买 房导淫塌 它是个必然的现象 如果当时失业的人看了七个直播 加入爆料革命 也就是一个直播的距离 只要你看了直播 你但凡增加一点实真假变善恶的能力 那你就会躲过这些灾难